王牌对王牌是一档热门的综艺节目 其中沈腾和贾琳的黄金搭档 更是让观众捧腹大笑 然而新一季的节目中 贾琳因为电影拍摄的原因 无法参与录制 只剩下沈腾孤军奋战 节目播出后 观众发现没有了贾琳的配合 沈腾的笑点也大打折扣 其他嘉宾也难以接住她的梗 整档节目的气氛明显下降 这也让人不禁感叹 沈腾和贾琳的差距 正在逐渐拉大 贾琳作为国内最成功的女喜剧演员 不仅在相声舞台上崭露头角 也在电影圈中创造了奇迹 她的电影《你好李幻英》 成为了国内票房最高的喜剧电影 也是全球最卖座的女导演电影 如今她更是开始闯荡好莱坞 参与了一部国际合拍的电影 展现了自己的国际视野和野心 而沈腾虽然也是国内的喜剧一哥 但是近年来的电影作品却是喜游参半 没有再创出新的高度 她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综艺节目中 被网友戏称为综艺咖 她虽然在综艺中依然保持着自己的喜剧感 但是作为演员 这样的选择并不明智 她的形象也越来越固定 难以突破自己的舒适圈 沈腾和贾玲都是从相声舞台走出来的 都是大气晚成的喜剧明星 他们曾经是王牌对王牌的黄金搭档 也是观众的最爱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的发展道路也出现了分歧 贾玲走向了国际 沈腾沦为了综艺咖 黄金搭档是否已经分到扬镳 想要在喜剧界走得更远 他们都需要不断提升自己 用作品说话 关注我 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资讯